美国食品药物监管局FDA研究召集了24名健康的志愿者 连续4天每天使用4次防晒产品 覆盖全身的75%的皮肤 对他们进行了每日的血液检测 研究发现其血液中 羊本酮等三种化学成分的浓度会继续上升 并且在结束使用后继续停留在体内至少24小时 羊本酮是人们日常使用的防晒霜中 普遍存在的一种用于吸收紫外线的化学成分 帮助皮肤抵御紫外线侵害 反而被皮肤吸收渗透进血液之中 国家规定的化学品可被吸收化学成分上限值为每毫升0.5纳克 而检测中使用者血液中的羊本酮浓度高达每毫升209.6纳克 是标准上限的419倍 尽管这样的结果听起来很吓人 但有专家表示没有必要因此停用 专家认为 这项研究只是FDA想告诉防晒霜制造商们 他们应该做一些研究 以确保人体吸收这些成分是否会对健康造成威胁 FDA的研究员也建议 人们不要过度恐慌 他们还在继续进一步的研究 希望能够改善防晒霜的安全性 新唐人记者文倩综合报导